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 18点45分啊 2020年的10月4号 然后是周日啊 大家好 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啊 有的人在算单价啊 他那个中文写的不对啊 那个啊 都是托房托 最近啊 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呀 肯定是遇到大问题了 是吧 连这个恒大是吧 欠了8000多亿的债 马上就还不上了 像什么恒大呀 绿地呀 碧桂园呀 哎呀 万达呀 是吧 中铁剑呀 都都都欠债 还有王石那个叫什么 王石那个 号称中国最大的 也不知道谁最大 反正都够大的 说到这个房地产的托啊 挺好玩的 这个一般的楼盘 如果他好销的时候 他就没必要花这笔钱了 不好销的时候 就会雇一些托 这个套路我见过 大概六七年前 我在顺义那边 南法信那边 有一个商助两用的啊 其实我也不买 我也是有时候没事 我就溜达溜达 然后就开着车过去 有个售楼处 然后我一跟着他那坐那谈 呵 一会儿吧 就有人来签字啊 找那个所谓的销售经理 啊 这套房卖了啊 您给签个字啊 啪啪啪就签字 那都是假的 还有那个 呃 有一次在回龙贯啊 我是2012年的7月11号 到2014年的4月14号 住了一年零十个月左右啊 住在回龙贯 回龙贯的各个小区 基本上我都走遍了 我特别喜欢各小区溜达啊 每个小区都有不同的特点 然后啊 那个有一天就溜溜溜就溜得到回龙贯 东边的某一个小区的底商 然后呢 那儿就有一个售楼处 说是官厅水库啊 林湖啊 湖景别墅 官厅水库啊 是不是北京延庆这边 是河北淮来 我也没事吧 我就跟他聊聊 他当真了 给我弄的都不好意思了 他说要不然您去看看 正好我也没事 他说那个跟其他客户一块 咱们弄个车 我说好吧 然后就周六还是周日啊 就拉着我去了 结果上了车 我才发现 就我一个客人 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都是卖房的 都是他们的业务员 就我一个客人 哎呀 到了那儿 这六七个人 给我前后的给我包围着呀 是吧 这个好话说尽啊 非让我买 让我掏点钱 这个定下来 弄的我很尴尬的啊 不过后来我在燕郊买房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区买的时候盛矿空钱 便宜啊 那会便宜 那倒还真是没有拖 那房都卖出去了 那个来买房的人呢 有坐公交来的 还有住在附近的 顺义这边的一些农民 就走着来了 有骑自行车的 有走着 有坐公交的 有开小面的 有开夏利的 也有开什么桑塔纳的 帕萨特的 也有开奔驰宝马奥迪的 就什么样的收入的人 还有好多出租司机 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就来了 哎 我们那个房子还真是全卖了 真的 基本上没有说不卖的 但是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 我跟我爱人在这住了半年多 那是哪年来了 17年初吧 还是16年 就我们两口子 晚上柳丸没人 证明什么呀 证明中国的房 淤了 严重的富裕了 大家都有其他房子住 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能够 像我 我为什么能得出结论呢 中国这个房价 其实不是将来 不是即将 已经都跌了 现在不要再买房了 中国的房子 我估计能够至少30亿人 30亿人 也许40亿人都能住 只不过很多房子 因为地点不好都烂尾了 是吧 现在有很多三四线城市 到处盖房 连我们老家 我妈的老家 河北白杨店 任秋县 一个小村都盖楼 然后我爸的老家 河北文安县 兴隆公乡 乡里边都有楼房 那都 那都没有正式产权 都是小产权 那都盖 那都住了很多很多的人进去了 当然那楼房的质量 包括那个各种的服务的设施 其实都不到位 但是没办法呀 对吧 都住 而且现在很多北京人 当然不限于北京人 都跑到 比如说那个怀柔 像什么苹鼓的黑豆浴 像那个崔村 像刘村 什么瓦窑村 兴寿 到处都是那种小产权的别墅 1993年 我还得顺意 当时叫南采乡 现在叫 当时叫丰伯乡 丰伯 现在叫南采镇 河北村 我还买一套小产权呢 后来我意识到小产权更没保障 所以后来我给卖了 是吧 所以中国这房子严重的 严重的育了 富裕了 房价也早就跌了 这个从16年的 930新政 到17年的317新政 再到17年 针对商助两用的 45新政 这个组合拳打出来 根本就已经没有炒房的空间了 说买到房 买到即赚到 早就过去了 不可能了 而且现在很多 像北京西城区什么的 都没有这个学区房的概念了 因为很多人买了房 他卖了房 他得一笔款 是吧 那在北京上海 北上广深 像这房子都七八百万 一千多万 甚至更高 很多人卖了房是为了移民 大家都觉得中国这艘船 早晚得沉 事实上 现在船底下已经好几个 好几个洞了 海水已经进来了 但是有这个隔离舱 叫密隔舱吧 是吧 一个隔 一个隔的 海水进来 先在这里边 然后呢 蔓延不到 有那个密封门吧 跟那个 一个一个塞子是那种东西 是吧 能把那个 给塞住 但是时间长了 慢慢的腐蚀 海水越金越多 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很多人还岁月静好 小粉红 事实上 大家想过没有一个问题 是吧 想过一个问题 没有 就是今天中国共产党 掌握着中国的大权 是吧 中国共产党呢 当然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 这个体制本身造就了很多贪官 而且贪污腐败的金额越来越高 是吧 你看 从13年吧 开始反腐 没起到作用啊 对吧 你赖小民 这个华融的 这个资产管理的 这个老总吧 100多个情妇 家里边光现金就好几亿 那你说他实际贪污了多少钱 他贪污的钱 他每贪污一块钱 可能给整个全民财富 我现在不太愿意用国库这个词 用全民财富造成了多大损失呢 大家想过没有 对吧 可能贪污了一个亿 老百姓 全中国的老百姓 就得损失十个亿 对吧 那这是一个多大的黑洞 能解决吗 现在就是印钞机 昼夜不停的 唰唰唰的印票子 但是将来 但是现在共产党掌握着军队 警察 秘密警察 是吧 财政 这个枪杆子 刀把子 印把子 还有这个票子 全能掌握着 包括舆论 是吧 笔杆子 全掌握着 可是有一天 因为这种体制 他会有一天 他会维持不下去 真的 这是没办法的 可能我们希望 国内的亲人 也不希望有任何政局的动荡 像俄罗斯 苏联分裂解体 老百姓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的苦日子 对吧 有的人就饿死了 饥寒交迫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是吧 这种恐怖 这种恐惧 这种担忧 也是确实存在的 可是将来有一天 这种体制 这种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了 对吧 很多国家都变成多党制了 民主制了 可是有一天 这种专权的社会 极权的国家 他必然会崩溃 崩溃之后 中国才可怕呢 比今天还可怕 现在有多少毒 想想 是吧 有藏毒吧 达赖 达赖有自己的政府啊 对吧 即便达赖原济了 他不在人世了 他还有一个政府啊 对吧 流亡政府啊 在北印度 达兰萨拉 江毒呢 新疆 对吧 江毒有什么世界维吾尔大会 啊 什么什么 维吾尔congress 什么什么的 是吧 还有很多组织 东途组织 将来你新疆 你还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吗 西藏 西藏要是乱起来 是吧 这个西藏可不是光一个西藏 整个大藏区啊 四川的阿坝甘孜 青海的大部分 甘肃的甘南吧 是甘南还是临下 甘南可能 是吧 云南的迪庆 这藏族人 差不多有藏族人的地儿 占中国差不多小三分之一啊 三百万平方公里左右 现在又跟蒙古人得罪了 对吧 蒙古人本来挺温和的 内蒙古80%是汉族 纯蒙古人只有17% 这17% 其实很多人还有跟汉族通婚的 对吧 结果呢 你又搞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关于这个教学吧 用汉语来教学 来取代蒙语 也引起了大规模的 这个抗议 那当然能压下去 目前看 是吧 中央政府的用各种手段 能够压下去 没问题 是吧 也没动静了 这肯定是没动静了 老百姓也只能是 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不满 是吧 有那么三五个人还自杀了 没用 这个没用 是吧 但是这就是一个毒吧 对吧 蒙古国 你说蒙古族人 蒙古族人 他对蒙古国有感情 其实这个你是挡不住的 这没办法 是吧 他就是同一个民族 说同一种语言 虽然有方言的差别 那还有东北呢 东北据说 沿边朝鲜族 也改成汉语课本了 当然沿边的朝鲜族 是从朝鲜半岛迁过去的 对吧 这他们自己也承认 比如说有足球比赛的 说他们往往给韩国队加油喝彩 是吧 这你有办法吗 包括东北 还有一部分满毒 他们恢复满洲国 还有这么一批人呢 以满族人为主的 有一个在欧洲的人 也是在欧洲宣传满毒 回中国是探亲还是干嘛去了 在沈阳还是哪 就被抓了 直接被国保或者国安就给扣了 扣了之后 那就根据你境外的言论 那直接就给你判刑呗 对吧 还有台独啊 台湾 对吧 中华民国 对不对啊 那那民进党 他们还中华民国 这个外衣 这外壳 还都不想要 人家要证明 给自己国家搞个证明运动 现在外省人的都好几代了 到台湾 他们对中华民国 或者说对大陆的感情 越来越淡了 对吧 两三代人都过去了 所以将来 对吧 这台独啊 台湾人家有20多万军队呢 对吧 背后还有美国 日本 甚至整个的这个世界主流的民主国家 在后面支持着 那中国问题大了 港独 还有很多人不想成为中国人 对吧 有的香港人说我是中国人 我也是香港人 有的香港人说了 我就不想当中国人 对吧 也有这样的港独也有自己的组织 还有他们的旗帜 这有多少个独 在美国还有上海独立党呢 是吧 叫上海depend party 是吧 还有一帮人说我们是上海人 我们单独成了一个国叫上海国 对吧 那你将来怎么办 将来当年李登辉推出了一个两国论 后来又推出一个什么七块论 说中国分成蒙古 新疆 西藏 满洲国 中原 台湾 还有哪 是吧 好像六七块 将来才可怕呢 中国吧 严重的缺少资源 人口又相对来说 或者说直接说吧 就过多 人口多 中国的有效面积 适合人生存的 这种比较好的鱼米之乡的地方 是吧 不缺吃不缺喝的地儿 只有国土的少一半 平原只占到了18% 对吧 有多少荒漠 高寒 高海拔地区 沙漠半沙漠 对吧 这个将来的中国才可怕呢 所以我觉得啊 大家仔细考虑考虑吧 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出国 出国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真穷 有的从农村 就坐船 跑出来的 有的从陆地上 从新疆 偷越国境 然后到中亚 偷越国境 乌克兰 偷越国境 到德国这边来 到欧洲来 有那种固定的线路 有舌头 有的人可能连省城都没去过 北京上海都没去过 真有这样的 但是经过 一二十年 二三十年的打拼 人家在国外过的 也都挺富足的 还有的人是在国内混的并不差 但是意识到了中国的风险 这个风险是一个大概率 还有气候 日本人做过研究 华北地区越来越干旱 华南地区越来越洪涝 这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抱歉 一想 二骂 三惦记 打俩喷嚏 有人骂我了 我这个节目 也有5%的人来骂我 95%的人是来挺我的 我现在我想开了 基本上每个人 人以类聚物语群分 是吧 而且骂的人 质疑的人 挑刺的人 我完全能包容 没问题 是吧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认知有偏差 这个太正常了 但是我还是苦口婆心的 说一些我认为正确的话 谢谢大家 再见